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股市新手主要是以股价的涨跌幅 来衡量一只股票的好坏 一直涨的就是好股 一直跌的就是垃圾股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新手往往搁在低处买在高处的原因 这是贝拉日的第二期视频 给大家分析三只个股 其中有一只基本到达了开仓价 请大家仔细看哦 好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说一只不太相关的股票 赫兹全球 股票代码为HTZGQ 由于之前的退市 目前在粉担市场 这只股票在退市之前呢 我是赌过一把 也出过视频 记忆犹新 最新股价因破产竞标战而暴涨40% 据报道 两家财团再次对该公司提出了最新的报价 这份报价让他们对赫兹的估值高达62亿美元 这一报价超过了之前55亿美元的收购 而且据说 这笔交易为重组后的赫兹公司 分配了约55亿美元的股票市值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集团是否会再次提出超越最新的报价 我们知道的是 阿波罗管理公司正在为赫兹全球提供支持 它计划为赫兹提供高达25亿美元的七成融资 这将足以覆盖该公司的所有债务 有助于其重组工作 赫兹全球的破产已经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此后 该公司的领导层更迭 股价随即暴涨 以及在其股票被提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后转为场外交易 可谓是炒作不断 本月早些时候 赫兹有另一份报价 现在的计划是6月完成这一程序 并已制定临时重组条款 供特拉华州破产法官审查和批准 赫兹自己是着急的 希望尽快退出法庭保护 借助下季旅行的题材在现在的牛市中复活 现在纯粹是消息面的博弈 目前 所有相关人员拒绝评论 但有传闻说 赫兹对这笔报价持怀疑态度 不过 赫兹是日线交易员的热门股票股价变化 并不完全同步于消息面 这里只是给出信息 完全属于投机操作 接下来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只重点股票 福伯TV 福伯我们说过多次了 也是观众的提问重点 自上市以来 福伯TV的交易就像过山车一样 自去年12月达到62美元的历史高点以后 股价大幅下跌了70% 回到了19美金 重复了过去类似的循环 我们来看一下 当下是否存在博弈空间 公司在流媒体电视市场上 仍是一个不盈利的高增长瓷目 走势更多的是受市场总体情绪的影响 福伯TV的背后故事分成两大牌 首先 牛市理论认为 福伯TV正在进入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 体育直播是真人秀的一种形式 根据统计数据 很多对体育感兴趣的美国人 很快就会寻找可靠的平台 来流媒体播放自己喜爱的体育节目 91%的体育迷 订阅付费电视 只是为了获得比赛直播的机会 福伯TV作为体育直播领域的新兴企业 有机会成为体育领域的奈飞 第二个方面 福伯TV的体育投注平台 命名为福伯 Sportsbook 构建这个未来的最成功者 可能不是福伯TV 但他们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 具有先发优势 也有13%的美国人 经常会对体育赛事进行投注 将体育直播与体育博彩结合起来 不仅能为公司带来投注收入 而且很可能帮助福伯TV 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用户数量 从而使广告和订阅费 等其他渠道的收入大幅提升 再来看另一边 另一边则是看空者 他们认为 公司需要克服许多挑战 烧钱收购内容 确保主要体育赛事的转播权 独家版权 形成内容的护城河 全靠烧钱 会比较困难 第二个方面 体育频道将来会推出 自己的流媒体平台 这对公司是一种打击 不过就目前来看 拥有热门体育频道的 大型娱乐公司 都不会认为 推广赛内体育博彩 对他们最有利 主要是在道德层面 这可能是福布TV 与其他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化 公司最近收购了体育博彩 和互动游戏公司Victory 福布TV预计将利用 Victory的底层投注技术 为福布体育博彩 创造无缝的投注体验 此外 该公司还获得了福布TV博彩 在爱荷华州 印第安那州 和新泽西州的市场准入协议 NBA和MLB 也都将为福布TV 作为其联盟的授权博彩运营商 换句话说 福布TV正在做 今天需要做的一切事情 随后 在2022年以后 将该体育博彩规模化 投资中讲故事固然重要 数字也很重要 公司在流媒体电视市场上 仍是一个不盈利的高增长名目 公司在3月初 公布了第四季度财报 单季度收入 首次突破1亿美元门槛 2020年整体营收 较2019年增长83% 管理层指导 2021年营收增长73% 处于预期终点 有人给出过数据 福布TV每个用户 每月能带来2美元额外收入 这个数字不足以支撑目前的市值 但博彩利润或许被低估 与传统的娱乐公司相比 体育博彩公司 在市场上的估值 给到的都会比较高 目前的价格是18.8美金 我们给出的内在价值估计为16美金 下方的支撑可以看到15美金 所以盈亏比还行 如果以公平的价格 买入一家有潜力的公司 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随着股价的下跌 如果按预期的 将体育博彩整合到服务中 以及增加体育博彩的举措执行得好 现在的估值就很有吸引力 但如果竞争或执行不利干扰 高盈利的希望可能会受到抑制 公司最近的一个重要消息 是获得了一项大型足球赛事的独家版权 获得了卡塔尔世界杯预选帅的转播权 这对成长性来说是积极的 福布TV会成功吗 不知道 但公司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从目前来看 上方的套牢盘还是比较多的 20-22的区间聚集着大量的筹码 形成了压力 但一旦突破就是支撑 所以多空双方的博弈会比较激烈 在投资Fobo这样的公司之前 自己需要一个有意义的安全编辑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家重点公司 OpenDol 之前第372期的视频中 在那期视频里我们花了近2000次的篇幅 给出了较为完整的解读 包括股价也给出了看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这里我们进行更新 给出最新的结论 OpenDol公司的股价 发布第四季度财报后遭到抛售 似乎也受到了分析室的报道压力 其实 与Zillow Overpad和Redfin 这三个主要竞争对手相比 OpenDol的交易量 收入和毛利率都算是好的 OpenDol预计 2021财年营收为35亿美元 管理层预计 第一季度的销售额 将在6亿至6.25亿美元之间属于正常增长的范围 我们进一步去看这35亿美元 这个销售目标是否合理 这个数字是在2020年9月 OpenDol合并陈述中出现的 在之后的财报中 管理层并没有给出其他数字 但公司CFO提到他对这个预测很满意 或许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 最重要的是 首席执行官Erik Wu提到 OpenDol计划本季度在6个新市场推出 在2021年扩展到另外21个市场 与2020年相比会增加一倍 随着OpenDol向新的市场扩张 我们应该会看到房屋平均售价 与成交量一起上升 为收入提供进一步的推动 这代表着现有预测的巨大潜在上升空间 华尔街分析师共识的2021财年 平均营收预期为40亿美元 我个人认为 超过这个共识预期还是有把握的 有很多人提到 目前OpenDol占有约50%的iBuyer市场份额 这个是个优势 是的 不过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 iBuyer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实现广泛的应用 目前iBuyer市场份额 占总卖出房屋的比例还不到0.5% 而今后市场份额能有多大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创造多少规模经济 目前iBuyer市场竞争激烈 OpenDol并没有坐拥任何突破性的专利技术 来与同行区分开来 当然公司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公司的基础模式是好的 走到了更容易更快更便宜 OpenDol佣金高于传统房地产中介的佣金水平 但是由于OpenDol平台的挂牌过程方便迅速 很多卖家都愿意接受其高额佣金 此外OpenDol在出售房屋时 也会按一定比例提高售价 以此作为另一个盈利点 不过在这种费率下 公司仍然亏损 公司的商业模式需要巨大的规模 才能持续盈利 要实现正利润率需要规模化 等规模上去以后才能提供相邻的服务 如抵押贷款 托管 保险 房屋维修和搬家服务等 所以规模是关键 有了规模 公司的利润率就会得到提高 但目前还需要时间 2020年OpenDol营收下降 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是一个异常现象 同时受制于宏观房地产市场状况 例如今年头三个月 在火热的房市中 由于供应有限 房市的需求量比供应量大得多 OpenDol的卖房服务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因为卖房者拥有与买家沟通的所有筹码 公司前一阵子 房屋销售数据不太好 就是和库存有关 同时和按揭利率有关 这也压制了一下股价 但现在 3月房屋开工量急增 创2020年6月以来之最 新房许可同比增长迅速 国债收益率已经停止飙升 随着经济逐步重新开放 房屋建筑商将以更强劲的步伐重新开工 未来几年 市场将充斥着新的供应 这将有助于平衡住房市场的供需态势 这将对OpenDol的业务起到促进作用 数据显示 OpenDol的增长轨迹开始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 其网页的总流量目前处于上升趋势 应用下载量上升 使用率上升 但这个需要等到下一次财报出炉才有更新 目前只是通过各种数据进行的预测 我们来看股价 从估值来看 OpenDol的交易价格低于Zillow和Redfin 现在的市值约为110亿美元 交易价格是今年预期销售额的三倍 考虑到上面所说的公司的扩张潜力 这一倍数可能看起来并不高 股价来到了我们在第372期视频中提到的支撑平台 16至17美金 个人认为这个区间是个入手的机会了 如果继续回调到13至14美金 会加仓 OpenDol的四位华尔街分析师对该股的评级都是买入 平均目标价为36美元 是当前价格的两倍多 当然这个是12个月的目标价 所以没有耐心的观众还是不要入手 这里仅仅是我个人操作 不是投资建议 希望大家仔细看视频 辩证吸收 最终钱是你自己的 盈亏要自付的哦 OpenDol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ric Wu 最近有加仓 他在该公司有6%的股份 这里八卦一下 在OpenDol上市的首日 吴先生成了亿万富翁 吴小波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 庆祝这笔交易 嗯 不知道两人是啥关系哦 最后想说的是 ARK基金买入以后 OpenDol涨了 之后木头姐抛售了 股价跌了 现在木头姐做的就是高抛低息的交易 来摊薄成本 包括BFLY也一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ARK基金的每日操作 另外 BFLY和OPEN都是通过SPAC上市的 基于SPAC总体的负面新闻和SEC的监管警告 很多SPAC的交易量集体下降 所以这不是某一支股票的具体事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当所有人都以为要跌停的时候 有时候或许就是一个黄金坑 主力利用情绪细盘罢了 视频只是分享观点和信息 凡是没有绝对没有定论 说到底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互相学习而已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或有点滴收获 记得随手点个赞呗 谢谢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